好,那我们来看关机怎么做 关机的操作方式 点选开始 开始 关机 那你会说 老师,关机为什么这么麻烦 你要知道哦 我们的电脑里面 有很多的运算器 有很多的电子电阻的东西 我们要关机的时候 要回归到电脑 请他们自动按照它的程序 帮我们去做关机的动作 关闭电源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点这个关机 依序它会帮我们按照 它的一个电子的先后顺序关掉 所以关机不能直接按住那个电源 点一下电源键是做开机 可是关机的程序是点选开始 然后关机 这样就可以进行关机的动作 我们的电源键去 这么多 可以 我们的电子里面 好